我给老婆当榜衣 老婆叫我取款机 老婆要直播打PK 要我给他烧三千万 PK赢之后 我却从他没关的卖里听到 他叫我取款机 就是个土大款 观众宝宝们想不想看我榨干他的钱 他网集着往账户里冲钱的样子 真像的笑话 哈哈哈哈 我冲回家质问他 却发现他在我俩的婚床上 出轨了初恋男友 那对狗男女把我打晕 关进衣柜里 活活折磨了七天七夜 我被饿得喂出血 渴到脱水 捂住浑身露血的伤口 疼痛而死 在一睁眼 我重生在了老婆直播之前 他命令地指着我 老公 三秒之后 把钱冲进我的直播间 我白了他一眼 送他一声冷笑 趴在地上学生狗叫 也给你冲五毛钱 主播开播才三秒 榜一又要来舔了 真是不要脸 要不他刷一百万 主播你抱一位手机号得了 开一场直播充三千万 这是什么至尊舔狗 榜一他超爱直播间 骂我的弹幕 已经刷满了整个屏幕 甚至还有人私信我说 这个榜一就是这样 每天雷打不动地 守着我的直播 我只是想和家人们说说话 却要被他这样骚扰 真的好烦 说到这 他甚至挤出两滴眼泪 在镜头前哭了 而我打开家里的监控 却看见他左手擦着泪 腿上却还穿着黑丝 坐在初恋男友的大腿上 不安分地扭动着 惹得对方悄悄在他腰间捏了一把 这个监控 原本是我为了未来的孩子买的 而此刻却变成了捉肩的工具 平时我碰他一下 都会被骂半天 而他居然能在别的男人腿上 扭成一个麻话 原来不是他讨厌肢体接触 只是他爱的人不是我 我耗尽家财养他 爱他都是不值钱的舔狗 他初恋勾勾手 他就能毫不犹豫地把我打晕 把我的眼皮用双面胶贴起来 硬逼着我看着他们俩亲热 直播间里的弹幕还在刷个不停 所有人都在猜我会几点上线 会刷多少钱 毕竟上一次PK 我一口气给他刷了3000万 让他登上了热度榜第一 我之前可真见 这次我反手接绑了专属VIP 把他直播账户里的钱 全部提了出来 冲进自己的黑卡里 PK时间要到了 我还迟迟没有上线 直播间里所有观众 都在呼叫榜一大冤肿 老婆气势汹汹地定好了惩罚 回头一看账户余额 惊得下巴都快掉了 所有的积分全部清空 从开始直播时 账上累积的钱全部抽干净 变成了零 小顾 你怎么回事 燕燕今天直播你怎么不给钱 燕燕今天 PK输了受惩罚了 你知不知道 那么大一个奶油蛋糕 他全吃下去了 你怎么忍心的 作为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女人都会不好 这样我怎么放心 把燕燕交给你 还没等我唱完一首歌 柳如燕的爸爸妈妈弟弟 就全赶了过来 拔掉我的麦克风线 像大爷一样瞪着我 柳如燕的一家人 都是吸血鬼 他们穿着我 给他们买的名牌衣服 他弟弟 蹬着我出钱买的名牌球鞋 插着腰要打我 不让唱了 那我点个果盘 你还点果盘 果盘不够 哦 那我再点个妹妹 我看你小子是找打 柳弗鲁起袖子打了过来 兄弟李冰赶紧起身去拦 却被接接实实地 扇了一耳光 撕 李冰的脸上 顿时肿了一个大包 鲜血从嘴角流下来 痛得他滋哇乱叫 我怒了 抄起杯子 朝他们砸了过去 被他们尖叫着 侧身避开 柳母尖叫着跑来打我 被我一把推倒 撂在沙发上 给我兄弟道歉 不然三天之内 我要让烟烟跟你离婚 离就离 我笑得无比灿烂 呼吸间都有一种 久违的畅快感 你们这群穷鬼 赶紧把东西打包好 滚出老子买的 时中心别墅 顾思念你认真的吗 KTV包房的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 柳如烟穿着 我和他出狱时的 白色连衣裙 和刚才直播时 农庄燕母的妖艳见货 简直判若两人 他流着泪 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 我今天为了给你做饭 饿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 刚刚直播出了 又一口吞了整个奶油蛋糕 现在我过来找你 你居然打了我的父母 还要跟我离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吃饭连筷子 都要我递到手上的老婆 喜欢研究上了做饭 他每期明曰 体谅我上班辛苦 实际上要把一大半的菜 都加到保温盒里 留给我的 就是些残羹冷制 现在看来 他压根一点都不想给我做饭 只是怕初恋吃不好 所以顿顿要去给他送饭 我扶起李冰 把车钥匙丢给他 看也不看 柳如烟就进了我的白色路虎 留下他们一家人 大眼瞪小眼 这是第一次 柳如烟在我这吃鞭 他一个人蹲在冷风中哭 不忘泪眼连连地看我一眼 我吩咐李冰调转车头 转个弯走 车子经过他时 没有停留一秒 还不忘喷他一脸尾气 路虎的车头刚转弯 他就擦了眼泪 上了宋经那辆二手桑塔纳 宋哥 听说昨晚是和老板的女人 一起过的 还是我们宋哥有本事 去接人 结果直接把人带回了家 宋经一脸得意地 扬了扬眉毛 掏出手机给他们看 兄弟们 我昨天晚上 刚录的新鲜视频 想不想看 宋哥 你在公司光明正大地 给老板戴绿帽子 会不会不太好啊 一个新来的同事 蒙住了眼睛 放心吧 就算我把老板的娘杀了 只要柳如烟一哄 就什么都好了 哈哈哈哈 宋经掰开他的手指 按住他的头 让他看手机 几个男人聚在一起 静音看着视频里 从早上好 一个男人看见了我 吓得直接跳了起来 我们在看集团的安保视频 宋经初中毕业后 一直找不到工作 连吃饭都是鸡一餐饱一餐 柳如烟求我 让他在我集团里当个保安 没过几个月 又要求我把他调到分公司 做市场经理 我不同意 柳如烟就绝世反抗 并奄奄地躺在床上 成天流眼泪 我哪里舍他 可是现在 哪怕他跪在地上求我 我也不会皱一下眉毛 其他几个同事 已经吓得靠墙立正了 宋经还翘着二郎腿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顾总 柳如烟昨晚 我已经安全送到别墅了 早上还买了食材 要给你煲汤的 我当着他们的面 拨通了人事部的电话 按了免提 早班所有保安 全部开除 撤销宋经的升职通知 拉入黑名单 永不录用宋经急了 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惊恐的眼神中 带上一丝讨好 顾总 我知道市场经理工作忙 我愿意放弃柳如烟去外地 之后都不再和他见面 我还以为他有多爱柳如烟呢 原来和他的前途比起来 他不过就是可以随意牺牲的东西 说来可笑 柳如烟为了他 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 付出了自己的青春肉体 十几年无怨无悔的牺牲 可在他眼里 他不过是一个廉价到 让他肆意玩弄的贱女人 时间已经到了十点 柳如烟新一轮的直播又要开始了 我点进直播间 一个迅速崛起的新人主播 瞬间吸引了我的视线 镜头放大对准他脸颊的那一刻 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那是我的初恋 楚婉儿 我们在大学校园里 爱得难舍难分 后来他家破产 为了躲债变卖房子逃到了国外 临别前那一晚 他抱着我哭得撕心裂肺 而今天这场 正好是柳如烟和他在打PK 手机已经堆了 三十几个柳如烟的位阶来电 不用想 他又是想掏空我的口袋 给他烧钱 我干脆拉黑了他的号码 又在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一个小号 钱到楚婉儿直播间给他打钱 一开始 柳如烟仗着资深主播和粉丝数的优势 而楚婉儿碾在地上摩擦 可是慢慢的 他突然发现 自己直播间的榜衣不是钱变少了 而是整个号都注销消失了 而楚婉儿直播间的客金大哥 郑迅猛的烧着钱 十万 送他新人嘉年华 二十万 主播从小白破格升到了LV6 一百万 给主播开香槟放烟花 我眼睛也不眨的持续打着钱 不到十分钟 就把楚婉儿直播间的流量拉回了三成 而我消失在柳如烟直播间后 宝儿根本就扛不住这猛烈的攻势 沉默了十分钟后 也消耗跑路了 这下柳如烟什么也顾不上了 连麦都没关就在直播间里给我打电话 放送出来的却是一片冰冷的盲音 害得水君又给他刷了一波嘲讽 开播还没三十分钟 楚婉儿的人气就赶上柳如烟了 并且还以每秒二十人的倍速裂变增长 毕竟谁更漂亮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按照这个形式下去 柳微必输无疑 连着两次受惩罚 这一次还败给了刚注册的新人主播 够他被吵好久了 我揉了揉发他们手指 满意地翘起了二郎腿 办公室门却突然一下被大力地推开 柳如烟裹着一身风衣 蹬着肩头抱纹高跟鞋就来了 为了这次不输 他居然用手机开着直播 直接从家里杀来了公司 还没想好怎么拒绝他 他却突然一下脱了风衣 露出里面的衣服 一身黑色的蕾丝吊带裙 紧紧包裹着他的腰身 他像蛇一样缠上了我的腰 轻巧地坐上我的大腿 耳边传来素养的呼气声 柳如烟埋在我颈窝 呼气如蓝 老公 人家马上要输了 三秒之后进我直播间哦 我白了他一眼 送他一声冷笑 趴在地上学生狗叫 也给你从五毛钱 我用了一斗腿 让他从我身上滚了下来 柳如烟脸朝下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脸上的妆花了一大半 高跟鞋让他的脚踝肿了一个大包 顾思念 你是不是疯了 柳如烟已经完全不顾形象了 泼妇一般朝我大喊 冲过来就要救我的耳朵 以前只要和他有相反的意见 他就会过来狠狠拧我耳朵 先指甲戳进我的耳膜 我不敢和他吵架 只能笑着忍住痛苦 然后妥协地说 女王大人 多听你的 可是现在 我反手就拉住他累死掉带的布料 做事用力要扯 我劝你小点声 把我吵烦了 就不是被保安请出去那么简单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走光 还是你早就已经和宋金拍过视频了 根本就无所谓 对了 你那个不争气的初恋 我已经辞退了 他今天早上把你和他的视频 像炫宝一样到处给人看 原来你昨夜嘴上说着很受伤 转头就去找别人了 我劝你们俩只对狗男女说死 签了离婚协议滚出我家 我从未这样大声吼过柳如烟 印象中即使他犯了再大的错 我也舍不得说他一句 反而会轻言细语地安慰他 再动用自己的人脉为他兜顶 柳如烟被我吼猛了 他三秒就哭出了眼泪 迅速地跪下 仰起头无辜地看着我 思念 我错了 是我的错 他爬向我想要牵我的手 被我一把甩开 昨天晚上我心情不好喝醉了 又被你抛弃在冷风中 才和他在一起的 成年人谁没有犯过错误 前世痛苦的回忆 像潮水一般向我涌来 我从没关的麦中 听到他叫我提款机 开车回家质问他 壮见的就是他在我们朝夕相处的昏床上 出轨了初恋诵经 我哭到沙哑 从不抽烟的我抽完了一整盒的雪茄 那个时候他也跪下了 哭得掏心掏肺地求我原谅 把额头都磕肿了 并且保证绝对不会有下一次 那个时候我心软同意了 可换来的是什么呢 他一次又一次地当着我的面和宋经调情 甚至在公司所有同事的面叫我软骨虫 后来事情败露再也隐藏不住了 宋经在我家的别墅里把我打晕 在我失去意识前一刻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在背后帮他递锤子的那只手 我求他们放过我 什么都可以原谅却被他们用拖鞋打脸 用双面胶把我的眼皮贴起来 硬逼着我看着他们亲热 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钱 握着我留续的手在转移财产同意书上签字 又把我整个人折叠起来放进衣柜里 活活饿死痛死 没有和柳如烟结婚之前 我是天之骄子 是整个城市最年轻的创业成功结束青年 只要我想每天都有大把的女人往我身上扑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却成了一个被锁在衣柜里的乞丐 在生命的最后七天 靠给我老婆给我戴的绿帽磕头才能要一口吃的 所以柳如烟 你凭什么要我原谅你 你以为磕几个头 受一点伤我就会心软 就会反思自己有多过分 又重蹈覆辙忘记所有的伤害来当你的舔狗吗 你错了 我对你的爱早就被你完全磨尽了 我现在对你早就没有一点感觉 你受到的痛苦越多 我反而越兴奋 我希望你受苦 希望你变穷 希望你和你的破鞋抱着一起死 才能勉强平息我的一点点愤怒 你知不知道 柳如烟额头上的伤长了浓 血水顺着五官的轮廓流下来 和他的眼泪和在一起 看起来可怜极了 我冷漠地看着柳如烟 指了指门口 你到底要不要放弃我 你走不走 柳如烟愣愣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又开始抓住我的手祈求 三 保安 二 一 顾总 请问有什么吩咐 宋金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还没舍得脱下他那一身保安制服 把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脱下去 这就是你离职前的最后一项工作 不然这个月工资扣光是 遵命 宋金没有一秒犹豫 抓起柳如烟双脚 像拖过年的猪一样把他拖了下去 他穿着紧身的吊带裙 只要一动都有可能走光 被人这样活活拖着走遍办公区域 只能一边拼命挣扎 一边疯狂尖叫 可是宋金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都没有 一圈下来 柳如烟满身是伤 连战都不能自己站起来了 他惊魂未定地拍着胸口 却终究舍不得骂宋金半句 只能自己叫了的救护车用担架抬着去医院 天呐 才播三十分钟 宋一就给主播花了三十万 是真爱吧 这不加微信每天旋转彩虹屁 刷十块钱 支持主播和宋一大哥连脉 楚婉儿羞红了脸 娇羞地打开羽音脉 声线甜滋滋的 像夏日里的汽水 大哥 你想视频吗 我沉思半秒 打下一行小字 后台等你 我把微信号发到主播后台 没过多久就加上了楚婉儿的微信 一个视频通话谈了过去 看到我的脸以后 楚婉儿惊讶的半天都没有说话 思念 是你 我看着楚婉儿默默流泪的脸 心里涌上一阵酸楚 她说她每天都在想我 出国的那段时间 她受尽了欺负 只有想着我对她的那些好 才能挨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我花了天价 把楚婉儿聘请到我家做保姆 回国后 她找工作到处碰壁 实在没有办法才开了直播 而这份住家保姆的工作 工作清闲 不需要干脏活累活 而且薪姿秒杀市面上一众上班族 她没理由不接受 所以当我带着楚婉儿回家 柳如烟看清来人以后 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 她可能做梦也想不到 那个我醉酒后抱着她叫的名字 现在竟然活生生的出现在她眼前 还是在她自己住了七年的家里 这是我辛勤的朱家保姆 24小时的那种 我帮着楚婉儿把行李放进了豪华客房 她不负责打扫卫生和做饭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你耳边提醒你 离婚协议该签字了 顾思念 你不要欺人太甚 柳如烟像一头愤怒的母狮子 头发全都炸开了 发了疯的尖叫 你受不了 可以离婚啊 不过你要清楚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你给我今生出户 我把离婚协议摆在桌面上 推到了她的饭碗边 柳如烟的态度软了下来 思念 我们不闹得好不好 我不再见送金 你也把这个女人赶走 就我们两个好好过 好不好 她说这段话的语气真诚 眼睛里头一次带了渴求 可是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因为我满心满眼在乎的 就只有坐在我身边的楚婚儿 看到这一幕 柳如烟再也绷不住了 她用全力抓起我 把我往卧室里拽 跟我走 别这样 我怕婚儿误会 我甩开她的手 又拧回婚儿旁边 而此时 李斌已经疯狂在打我电话 告诉我柳如烟一家人 在公司扯着横幅闹事 还威胁顾客 闹得同事都不敢上班 今天一整天 集团业绩下滑了一半 我深深看了柳如烟一眼 她还是那一副 无辜的小白兔样子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还天真的问我 想不想喝银儿雪梨汤 我抓起她的手 直接把她塞进车里 一脚油门去了公司 原本富丽堂皇的大厅 已经被砸成了狗窝 前台乱得不成样子 地上还散落着 几条白色的横幅 上面的字样触目惊心 故思念 畜生总裁 猪狗不如顶层的天台 传来撕心裂肺的尖叫 空气中不时传来 两个老人的叫骂声 还夹杂着两句礼宾的惨叫 我心里一紧 赶紧冲了上去 柳父柳母正抓着礼宾 对着她拳打脚踢 头发被拔涂了一块 露出鲜红的头皮 胳膊和腿上 已经有好几块青紫色的伤痕 一股怒气直冲天灵盖 我直接冲了上去 粗暴的扒开 就快骑在礼宾身上的两个老人 我兄弟怎么你们了 是把你家花铺里的菜了 还是偷你养老金了 要像打贩人似的这么打 话音刚落 没想到刚刚还一脸凶相的两个老人 现在立刻换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思念 这个人居然说你和柳如烟已经离婚了 你再也不要他了 你看看他居然胡说啊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是事实啊 柳父柳母瞪着柳如烟 像是在看仇人 柳母更是直接拧着柳如烟的耳朵 做事要打死他 说来可笑 柳如烟在乎的每一个人都不爱他 送金只把他当从我身上敛财的工具 而他的爸爸妈妈才不管他是否幸福 只希望他永远吊着一个金龟絮 而唯一一个真爱他 想要呵护他一辈子的人 却被他弄得遍体鳞伤 啪 柳父照头给我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指着我的鼻子痛骂 畜生啊 你跟燕燕七年了 把他拖成老姑娘了又不要他 你们有钱人真是下见 他可能还不知道 不要我的是他柳如烟 我只是被这场爱情游戏耗尽了热情 觉得太拎了 不想玩了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这婚我离定了 你也别想我离婚以后 还会补贴我那不成妻的小叔子 我一分钱都不会出 不思念 你再说这种话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柳父满脸胀得通红 跑到了天台边缘 只插一脚就能掉下去了 我无所谓的白白手 示意他继续 他却突然抓住我 把我往天台边缘推 用蛮镜想要把我给推下去 要死一起死 柳叔叔 别这样 李斌瞬间扑过来救我 却被柳父大力一推 整个人来不及刹车 直接顺着天台滑了下去 喷通 尸体砸向地面 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 我双眼充血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而柳父 却突然捂了胸口倒在地上 哎呦 我的心脏 爹 你怎么了 爹 快打120 柳如烟哭着跑向柳父 指挥旁边的员工叫救护车 我最铁的好兄弟 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 就因为要救我 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而我 甚至来不及和他说一声再见 顾思念 你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来帮忙啊 柳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 柳如烟搬不动他 拧着我的耳朵 要我过来帮忙 我一抬眼 眼泪自动流下来 李冰都死了 你没什么要说的 他却眨着天真的大眼睛 满脸茫然 他只是损失了一条命 可我爸爸心脏都出问题了 原来如此 我真是太可笑了 像他这样自私的人 满眼都是他和与他有关的利益 无论我做什么 他心里都不会有半点波澜 更学不会爱我 七年以来 我每天都劝自己 要再努力一点 在他对我冷漠 伤我心的时候劝说自己 要对他更加耐心 更加温柔 终有一天 他会看到我的好 会像我爱他一样爱我的 我这七年 终究是为了狗 我大吼一声 连风都在颤抖 所有人都被我这一吼吓忙了 我从地上拖起柳如烟 一字一句地对着他说 柳如烟 我们完完了 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罢 我要你滚住我的生活 说着我当着他的面 给法务部打了电话 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 拧好撞书 在整栋办公楼 鲜红的血液 像河流一样不停地流淌 我双腿发软 不敢往下多看一眼 只能任凭人群永爱 像蚂蚁搬运食物一样 把李冰抬起来 而这时 一个声音却划过了耳畔 顾总 我帮您作证 是柳如烟他爸 害死了李冰 送金不知道 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 他还穿着破旧的保安服 一把抱住柳如烟 反捡他双手 逼得他跪在了地上 在正义面前 任何私情都不应该被照顾 顾总 我想好了 只要您有需要 我可以随时出庭作证 我会放弃柳如烟 愿意重新回到集团送金 柳如烟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尝到 被神爱之人背叛的滋味 整个人破碎得 像一朵在风里飘摇的蒲公英 送金却毫不在意地 朝他吐了口痰 看什么 你们家闯了这么大的火 还想指望顾总原谅你不成 柳如烟抓着我 像是溺水之人 抓住岸上最后一节枯木 我冷冷地看着他美丽的脸 转身没有任何留恋地走了 回到别墅 我第一时间让管家 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去 又派人把诵金拉入黑名单 永生不得进入集团的门 我做这一切的时候 初婉儿就陪在我身旁 默默地看着我 在我给李斌处理后 是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是他抱着我给我力量 忙前忙后 给李斌布置了一个最隆重的葬名 期间柳家不停有人来闹事 要求我支付柳父的治疗费 都被他一一挡了回去 他一个落女子 每天被弄得一身伤 回来一边擦药 一边千方百计的哄我开心 我看在眼里 心里一片潮湿 我答应他 等到我忙完了 摆脱了柳如烟和宋金那一帮人 就和他结婚 我要光明正大地 把他介绍给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 弥补这些年所有的遗憾 这天我带着婉儿去谈生意 却在会所里 遇到了正在挤出笑脸陪酒的柳如烟 他穿着一身风尘味很重的连衣裙 脂粉已经模糊了 他原本清秀的五官 见到一个男人过来 就弯腰讨好 被一个肥头大耳的土老板 握住下巴灌酒 酒水顺着下巴灌进衣服 他也只能低叫一声 转头又笑脸相迎 我冷冷地看着这个堕落的他 直到他发现我 和我四目交汇 没过多久 他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绕过桌子上的众人 静止走到我的身边 这位先生 需要我问你喝酒吗 杯口已经举到了我的嘴边 金黄色的灯光 打在他俗气的脸上 紧致的腰身就停留在我的手边 楚婉儿紧张地看了我一眼 我接过酒杯 一一泼到了地上 这杯酒替我进伯父 叫他别在ICU挣扎了 说他早点走 说完我抬手叫了领班 这个女人打扰我吃饭了 你们这儿的服务完全不行 要是我再看见这个女人一次 你们这顿饭前 就别想要了领班顿时行动 叫了三五个大汗 把柳如烟拖了下去 其中一个还朝他的背 狠狠凿了一下 吃饭到一半 有个服务生进来叫走了婉儿 说有个人指明要见他 去了半天却都没有回来 我疑惑去找 经过洗手间的时候 却碰到了早已等在那儿的柳如烟 他勾住我的领带 扑上来不停地吻我 若是在以前 能够被他这样全身心关注 我一定高兴封王 可是现在 我只觉得恶心 我推开他 嫌恶地浑身打亮了他一眼 转身就要走 难道你不想知道 你的未婚妻现在在哪吗 柳如烟甜腻的声线从背后传来 绊住了我的脚步 我转过头 柳如烟正得意地看着我 嘴角没烧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婉儿在哪 如果他少了一根头发 我要你赔命 别着急啊 他好着呢 柳如烟伸出涂了红指甲油的手指 在我的胸膛滑圈 我让人给他灌了点酒 带他去了个好地方说着 他抱住我的腰 将整个人塞进我怀里 思念 我们不吵了 也不闹了行吗 我跟你回家 我们好好过日子 我爸那边每天睁眼就是一万 只要你点头 我愿意给你生儿子 他这是 要把自己卖给我吗 笑话 曾经的他在我心里值千金 可是现在就算他捧出真心 跪在地上求我 我也觉得不值一分钱 缺钱了 柳如烟羞涩地点了点头 行啊 趴地上学生狗叫 也赏你五毛钱我冷哼一声 从他惊讶的目光中转过头 掐住他的下巴狠狠发力 除婉儿在哪 他在我一个客户的房间 柳如烟疼得皱眉 却还是不忘挑衅我 这个客户是我好不容易傍上的 比你有钱一万多倍 今晚我可是舍掉了大肉 把他让给他了 顾思念 你以为除婉儿真的爱你吗 你以为我只看上了你的钱 他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今晚我就让你看看 被灌了酒的除婉儿 遇上了真金白银撒钞票的大老 到底会有多骚 啪 这是我第一次打女人 出手之快 力度之大 让我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但我没有一丝后悔 心中熊熊燃烧的愤怒 几乎就快要把我吞噬 我对准柳如烟瞬间肿起来的脸 狠狠地按了下去 房卡给我 柳如烟 你最好老是把房卡交出来 不然也亲手毁了你 柳如烟痛得几乎昏厥 但他头一次怕了我 颤抖着去掏口袋里的房卡 不敢多一句嘴 顶层的总统套房里 传来了柳如烟熟悉的声线 你干什么 先生你误会了 我有喜欢的人 我未婚夫叫顾思念 别这样 我刚回国 才刚搭在一起 我们俩好不容易才相遇的 你不能毁了我 别过来 你再靠近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我这辈子就只有一个男人 那就是顾思念一声清脆的响声 愤怒的吼声传满整个楼道 都进我房间了 你还装什么装 什么顾思念 你压角色扮演呢 老子今晚就让你彻底忘记他 啊 我在初婉儿的尖叫声 落下尾音之前一脚踹开门 飞声爆起 已经蹲在窗檐边 准备跳楼的婉儿 抡起拳头 砸在了那个猪头的胖脸上 婉儿在我怀里害怕的不停颤抖 我低下头 一下又一下地轻轻吻他 才终于止住他的哭泣 没事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像哄孩子一样哄着初婉儿 他靠在我的胸膛渐渐放松 失去意识彻底昏睡过去的前一秒 还紧紧抓着我的衣角不肯放松 我点开火机 一把火烧到了这间让我生气的套房 烟雾涌出人群四散逃开的时候 我听到了宋经大声的责骂 大悟四起 柳如烟蹲在角落里无助地哭着 宋经飞起一脚踹在他身上 怎么回事 要你勾引顾思念都失败了 要你还有什么用 如果他选择继续待在我的身边 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我会拼尽全力护住我的女人 是他自己瞎了狗眼 我又何必对他有一分一毫的心疼 三年以后的清明节 我带着已经有了身孕的初婉儿去看礼宾 路过花店时 门口煎饼摊的香气勾起了他的食欲 明明已经吃过饭了 非要吵着还要买一个 我笑着骂他蝉虫 小心翼地搂着他往煎饼摊走 迎面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柳如烟素酌一张脸 皱着眉不停地在煎饼摊前忙碌 脸上见到生鸡蛋液 连擦也不去擦 一转身露出了浑圆的肚子 柳如烟 我打火机放哪了 宋青的声音传了过来 柳如烟忙着干活没有答应 下一秒他就屋里冲了出来 提起鸡毛胆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 你个臭婆娘 天天摊这个破煎饼能赚几个钱 还敢不理老子一个满脸脏泥的小男孩 也拱到了柳如烟身边 抱着他说妈妈我饿了 两个人一抬头 柳如烟看到了站在摊前的我和初婉儿 顶着我们看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低下头 拾起他破碎的自尊 一边贪煎饼 一边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下来 我拿起手机 扫了13块过去 哎 你们扫多了 巨无霸煎饼只要12块5 我接过煎饼 最后看了他一眼 现在不用了 离开我的生活已经教会他血狗了 宋青看到我俩 眼睛蹭一下就亮望 热情又大声地招呼我们进去喝茶 被柳如烟拦住 拼命把他往屋子里塞 可能他是想守住最后一丝尊严吧 可惜他跟了错误的男人 注定要给我丢脸的一声 我搂住楚婉儿 转头走了 麦巴赫车灯亮起的时候 伪姬正好喷在那个小小的煎饼摊上 喷得他俩灰头土脸 不停地咳嗽 可是他没有生气 咳嗽停止的下一秒 就挤出笑脸往我的后视镜里看了看 眼睛在笑 泪水却一个劲地自动落下来 我牵住婉儿的手 拐过街角 再也看不见他 全文完